一花一世界,一夜一菩提,欢迎来到禅意。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,你有没有发现,同样是看到他人的付出,有的人喜欢说一句辛苦了,有的人却对此无动于衷,同样是收获他人的好意,有的人愿意说一句谢谢你,有的人却认为理所应当。 面对棘手的难题,有的人能够安慰他人,处理纠纷,有的人只会抱怨,一味推脱。 不一样的人,不一样的处事方式,不一样的结果呈现。 喜欢把辛苦了挂在嘴边的,则往往是以下这三种人。 一,有同理心的人。 维鲁叶话中有这么一句话,人同此心,心同子里指的是。 指即使不是亲身经历,但依然能看到他人的辛劳,体谅他人的付出。 这样的人,往往具有同理心。 朋友小李第一次独自带娃时,直言自己快累死了。 当他给出差的媳妇打电话诉苦时,对方来了句,你也知道累啊,这就是我平常每天的工作。 刚有孩子时,双方父母都不在身边,妻子就承担起了带孩子的任务,一天下来忙到浑身散架,却被小李吐槽能比上班还累,我很羡慕你呢,等到自己带娃,才知道妻子平时有多累。 后来再看到妻子带娃,她要么主动帮忙,要么宽慰妻子,辛苦老婆了。 相比于视若无睹,一句辛苦了是对妻子付出的看见和重视。 妻子感受到,爱和尊重,也会给丈夫更多的宽容和体谅。 设身处地的体谅别人,不仅是一种温柔,也是一种教养。 侦探小说家阿加沙克里斯蒂曾讲过一个故事,他在中东旅行的途中,和考古学家马斯克相约同游沙漠。 一次,因为车在一个地方停留了太久,他们被陷入了沙坑里,动弹不了。 马斯克和斯基想尽了各种方式把车子拖出沙坑,但沙漠的高温却令人焦躁无比。 马斯克和斯基不免都急得汗流加倍,自知帮不上什么忙的阿加沙,则拿着水和毛巾,安静地站在车子旁,时不时给忙碌的二人递上水,擦擦汗。 说一句,这么热的天,可真是辛苦二位了。 这让马斯克和斯基,焦急的心也渐渐安静下来,合力将车子驶出了塌陷的沙坑。 后来,马斯克回忆说,在那几个小时里,阿加沙完全没抱怨,既没有说什么都是你不好,也没有说什么我们不该停在这儿。 而他展现出的耐心和理解,也让我原本自责的心有所宽慰。 看到他人的付出,有些人选择置若网闻,有些人选择抱怨连天,全然不顾那些正在努力的人是什么样的心情,而有同理心的人却能够将心比心,一句辛苦了,既对别人的付出表示了肯定,也把话说到了他人的心卡上。 心理学上有个难封效应,就告诉我们,冷漠的态度只能把人越推越远,舒服的言行才能把心逐渐拉近。 成年人的世界,做事不争对错,说话让人舒服,把他人的感受放在心上,把自己的善意放在嘴上,才能让一段关系走得长远。 二能扛事的人 阿明刚带团队时,经常遭到下属的怨队,团队有了成绩,他站为己有,工作出了差错,他立马甩锅,这让大家伙非常烦的。 而团队中另一个同事阿勇,则为人靠谱,有事能扛,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能和颜悦色,先以一句辛苦了肯定同事的努力,再讲改善方法。 他带出来的人进步飞速,他对接的工作结果也总是超出预期。 最后,阿勇被老板升职,阿明却原地不动,常常把辛苦了放在嘴边,虽是一件小事,但却展现出了一个人办事靠谱,包容宽厚的品格。 职场中,一个为人靠谱,出事能扛的人,便是一个值得被托付的人。 热播剧《相逢时节》里的简红成,便是这样一个人。 他在得知因姐姐经营不善而导致自家公司亏损后,没有指责,也没有发火。 反而带着安慰的口吻说,姐,这些年真的是辛苦你了,接下来的事情我来帮你处理吧。 这即宽慰了姐姐的心,也让手下的员工重拾了干劲。 后来,他接过了检视的烂摊子,清理了各种烂账,虽然困难艰辛,但终于把父亲留下的基业再次推上了正轨。 作家苏晨曾说,能扛事的人,即使在心情最糟糕的时候,仍会按时吃饭早。 对早起自律如稀,我却觉得,能扛事的人,即使在心情最糟糕的时候,仍会照顾到他人的情绪,顾及到大局的利益。 他们不会让自己成为情绪的奴隶,也不会把精力浪费在相互扯皮上。 相反,他们会在第一时间弄清事情的原委,厘清他人的付出,着手解决的办法。 这样的人,既有终局者的思维,也有成长性的思维,有他们在,团队更和气,有他们在,办事更放心。 要知道,人这一辈子能扛住多大的事,就能成就多大的事。 三,懂得感恩的人前两天,有段隔离住户怒对志愿者的视频刷爆网络。 视频中一位业主因志愿者上门发放物资时没有门铃,而是拍门而火冒三丈,指着志愿者的鼻子,骂对方没有礼貌。 志愿者也十分委屈,说自己是志愿者,只是想发放物资,住户却继续高升。 没有人让你做志愿者,也没有人叫你为我服务,一时令很多网友直呼心酸。 在面对他人的好意时,我们即使不能说声感谢,也应该到一生辛苦了。 这世上没有理所应当的付出,与其一位放大他人的瑕疵,不如多想想他们的好。 毕竟人贵在知恩,贵在感恩。 同样是隔离期间,志愿者们忙进忙出,为小区居民送菜,给楼盗消毒,还要在小区门口站岗轮值,这让一位老奶奶十分感动,就每天起来后站在窗户跟大家伙喊话。 在外面站岗,你们辛苦了,这让志愿者们脸上多了些笑容,还隔空和奶奶合影留念。 一句简单的辛苦了,既是发自心底的感激,也是心与心之间真诚的靠近。 生活中懂感恩的人运气总不会太差,他们不仅会为自己积攒好运,还能吸引更多的愿意帮助他们的人。 因为人性如此,谁都愿意帮助一个知恩图报的人,而不是靠近一个忘恩负义的人。 人活着,懂感恩是一种高贵的品行,更是一种难得的修养。 因为他们知道,世间一切乃众缘合合,众力所成,非独一人所能,事故当怀感恩之心。 凡是感念别人一份付出,别人也会心里输。 不,他遇事牢记别人一份功劳,别人也会将你抬得更高。 懂感恩的人,无论在哪里,都会吸引贵人,帮助他们过上更好的人生。 疯子凯曾说,你若爱生活,哪里都可爱,你若恨生活,哪里都可恨,你若感恩,处处可感恩,你若成长,事事可成长。 不是世界选择了你,是你选择了这个世界。 当你习惯于把他人的不义装入眼帘,目光所及之处,皆是共情。 当你习惯于把他们的辛苦放入心间,心之所向之地,皆是感恩。 当你习惯于把辛苦了挂在嘴边,你的生活里必将多了些担当。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,非常感谢您的收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